Hello大家好,这是马丁 然后这里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面膜的事情 然后因为我的电池快没有电了 所以我长话短说 然后因为我是两气连着一起录 所以我的衣服和妆容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然后首先我并不提倡以任何形式的水敷或者是水膜之类的东西 因为我个人是个有性皮肤 我并不提倡痘痘痘皮或者是敏感皮去就是敷一些什么 那种自己做那种面膜 然后那种泡水的那种水膜什么东西 特别是高频率长时间的做 这样的话很容易使皮肤平常受损 首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就是概念 然后我的概念就是一个月它那个清洁面膜做一到两次 一个星期做一次修复面膜 然后因为我是油皮 所以我不会介绍补水面膜 但是我这里会介绍一些关于干皮可以使用的修复面膜 一个很好的修复面膜 然后关于清洁面膜我就只推荐这一款 因为这一款是之前网红组合 晚红组合小拓推荐的 然后如果你们不知道它们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它们 然后这款面膜是十分的好 然后比起贝加斯来说它有贝加斯的那个清洁力度 然后又就是你弄完之后那个黑头啊白头啊什么东西都会发出来 然后你用粉刺针刮一刮就可以了 然后你每次敷面膜之前记得要用热毛巾敷一下脸 是那个毛孔张开 再使用这个面膜干到差不多就可以把它洗掉 然后用粉刺针刮一刮 接下来就介绍的是修复面膜 因为我觉得清洁面膜只要有一款就够了 所以我就推荐那一款清洁面膜 然后修复面膜推荐三款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是雅诗兰黛的这个钢铁侠面膜 因为我不太记得它官方面膜 然后它这个钢铁侠的官方面膜 它这个钢铁侠的面膜是分上下两块的 然后它的面膜是有两层 一层是白色的织物 一层是那个银色的一个一个银色 类似于稀薄一样的那个纸 这个不要把它分开就直接把它敷在脸上 然后它因为是上下两片 所以可以脸的脸再长再大 它都可以很好的覆盖住 然后这个你敷的时候会有一种发热的感觉 专门针对那种毛孔比较大 敷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它肉眼看上去就变小了 然后那个鼓起来的痘痘会稍微扁进去一点点 敷的时候会有点热热的感觉 这种就比较适合你就是可能觉得好玩 然后记得一定要躺着腹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好玩 我觉得个人来说 对于我这种油皮来说 它的那种性价比没有那个SK2的青春腹来的高 但是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这一款真的是超级推荐 因为我推荐给我干皮的朋友 它用完之后说是它的真爱 这个比SK2的前男友要贵一点 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是油皮的话 我就给你推荐的就是SK2的那个前男友面膜 它这个面膜之所以称为前男友面膜 就是因为它说你要是去见前男友 你前一天晚上附了这个面膜 第二天你的男友绝对会后悔 就是说让前男友后悔的一块面膜 然后就是一个噱头了 它的话是SK2一贯被人诟病的 就是它那个面膜质太厚了 像附着卡指一样 但是它的效果是真的有 关于这个救急 对于我这种油皮来说 它这个比那个亚西兰带的那个钢铁虾的面膜 还要来的强一点 然后你敷完之后就是肉眼可见 皮肤感觉变软了 然后那个就是鼓起来痘痘 立马就收进去 就扁一点没有 当然不可能立刻消失 立刻消失呢有点危险 然后这个如果联用几天的话 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善 联用两三天左右 你不要联用一个星期以上 联用一个星期以上容易暴斗 因为它里面还有它的主打成分Pitter 我刚刚忘记跟大家说了 这个亚西兰带的这个里面 也还有它的小棕瓶的主打成分 它这个官方的slogan里面是说 有半瓶小棕瓶精华在这个里面 当然官方的话你听听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SK2的话就是神仙水 SK2加一系列产品都是那个Pitter 酵母提取液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过敏的话 SK2就是那那产品线你最好都别碰 那是酵素提取物 酵母提取物吧 那个就是促进皮肤的更新代谢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 然后它因为面膜里面用的那种东西 都会浓度比较高一点 所以如果你本身就对这个过敏 然后你用使用了这个的话 就会很灾难级别的过敏 所以建议的话 如果你买了的话 先做一下测试 最好是这样子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 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 它用完之后特别爱搓泥 你就是前一天晚上用比较好 如果你当天要出门 早上用了这个 然后你就是一定一定 不管你搓得再仔细 你上妆的时候绝对会搓你 所以就建议你当天晚上用 然后第二天要出去 第二天就是荣光荣光焕发的出门 就这样 然后这个用完之后 就是脸上发光的那种感觉 性价比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那个雅诗兰黛的要高一点 如果你是油皮的话 那个雅诗兰黛的话 对干皮是比较友好一点的 因为它附着我感觉我作为一个油皮 有点闷闷的感觉 这个就没有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 我是会无限回购的 就是如果第二天有一些 比较可能会暴斗的一些行为的话 比如说吃一些高Gi的食物 或者是在阳光下就是暴露过长时间 虽然我会防身 然后还是没电了 好吧 就是 就是